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到 現在這個非常有趣 看了也好想吃川菜 因為就是這個夜輪 他在昨天連夜是搭著高鐵 到了北京 第一件事情 他指名就是直奔川菜餐廳 好 那這個就是夜輪菜單 就是他到這個川菜餐廳 吃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是他也有回送 這個勳章 就是夜輪他回送給 中國大陸方面的勳章 好 因為其實夜輪這一次 訪問中國大陸的行程 可以說幾乎該見的 他都有見到了 首先我們看到 他最新的是來見了 中國總理李強 在7號的時候 兩個人舉行了雙邊的會談 他就提到說 美洲兩國有義務 去負責任處理 這個複雜的關係 李強當然還是也是回應說要互相尊重成為夥伴 可是問題是夜輪 5號 6號連續兩天和何立峰的會談 當然夜輪把很大部分的重點 有超過一半的時間 你看到就提到是有關於他指大陸產能過剩的問題了 最後的時候 謝峰他雖然沒有點名 可是看起來就是在見指這件事情 他就提到說 就全球來說 優質產能不是過剩 而是嚴重的不足 所以所謂質疑大陸產能過剩 這是一個假命題 好 那現在是不是說到產能過剩 我們看到尤其是在電動汽車的部分 好 德國這個蕭茲就率領一些企業的高官 到中國大陸訪問的前夕 大陸商務部 他們就先在慕尼黑來召開了投資 中國的企業員桌會 當中就提到說 中德的經貿關係已經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 德國的商報也提到說 德國現在是不是必須要和中國妥協了呢 尤其德國之聲這兩天瘋狂的報導了 大陸的新能源汽車 那每篇看起來 似乎恐懼感蠻高的 所以就被外界嘲諷了 比亞迪是不是把德國人給嚇死了呢 瑞士的經濟學家就提到說 德國政府最好要趕快適應 大陸汽車崛起的現實 大陸網友也提到說 瑞士人在勸德國 就算是說 你都已經說叫人家投降了 那你也不要再抵抗了 佛斯的CEO也提到說 他們在中國還沒有準備好 在電動車的領域上 確實目前還跟不上 中國大陸市場快速增長的部分 另外是 歐洲的交通和環境聯盟報告 日前就預測了 給你一個數字 他就提到說 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動車 將會佔歐洲的電動車總銷量來到了25%以上 好 那對比一下去年是19.5% 所以確實這數字是蠻驚人的成長的 但至於我們要講到電動車 就來看到 特斯拉就被形容說 他快被比亞迪捡死了嗎 可是這樣的話 當然馬斯克非常的生氣 他就在社群平台上發文闢謠 說路透社跟關於特斯拉 這個獨家報導 嚴正的來駁斥 但是路透是提到什麼 路透是提到說 特斯拉取消了Model 2的開發工作 那之所以會放棄這個廉價的入門車型 就是因為被大陸的電動汽車給影響的 主要就是因為大陸汽車 這高性價比的這種車型 不斷的擴張 而且你看 提供低到1萬美元 就可以買到的電動車 那這樣子的話 你還有競爭力嗎 再加上不只是比亞迪 現在還多了是小米的 這個也有研發了電動汽車 在星島就提到說 他們實地去採訪了小米的北京商店 現場賞車的顧客 還真的是蠻多的 那日本的機構研究員也提到說 小米為什麼會吸引人呢 就是打造這種人車加權的生態互聯 又有顧客就說 對於說這個小米有著新的電動車 他們覺得非常的新奇 就像是iPhone出來的感覺一樣 另外還有是華為 他們將在4月11號的時候 要發布車和PC類的產品 所以外界就也很關心啦 那個車到底是哪一輛車呢 即將要來也要搶佔市場了嗎 那華為是說已經有超過4000款 應用加入鴻蒙生態了 所以他們第一季的數量呢 也激增了20倍 好 不止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另外還有是華為 現在也要開發飛行機器人 就是要把這個低空經濟 希望可以寫入 今年兩會政府的工作報告當中 所以有意識的要來全力發展 而我們在大陸的 知識產權的官網上 也可以看到 華為在3月底的時候 就有公開有關於 飛行機器人的相關專利了 好 我們先請教兵哥 怎麼看說 這個葉倫再回訪中國大陸 當然他也提到的是 有關於這個尾聲 被批評尾聲產產能過剩的問題 這個產能過剩 我個人認為葉倫雖然 在出發前就已經說 他要救這個問題 好好跟中國大陸討論 但我認為這個恐怕 雙方是很難達成共識 因為什麼叫產能過剩 因為這個東西聽起來很奇怪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是 產能過剩的話 他賣出來的東西你們不會要 對不對 因為你們有被等的東西 如果你的東西比他好 然後價錢也沒有比人家貴的話 那有什麼產能過剩的問題 顯然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生產的東西 東西並沒有比你差 然後價格又比你便宜 所以才造成你們的壓力 所以我一直覺得 就是西方應該要去好好想清楚 就是你們到底要在什麼 什麼樣的市場上 跟中國大陸競爭 還是你們準備以後 就重新回到關稅幣 就大家都鎖國 不讓別人的東西進來 美國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自己要去思考的 至於說 中國大陸現在電動車這個東西 當然他真的實力是非常強大 特別是他自己國內的市場競爭 就非常非常激烈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不斷的 不管是在價格也好 在性能也好 一直不斷的推陳初心 所以這自然會 在這麼激烈競爭的結果 自然會造成他們的產品的 更新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也變成他的性能就越來越好 現在其實已經很明顯的對特斯拉 造成相當強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路透講的這一個 他說他Model 2是不是不研發 我認為是非常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要在性價比 你要在性價比去競爭過比亞迪 真的是以特斯拉來講 真的滿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滿合理的一個走向 當然馬斯克現在是說這是謠言 那就看他是不是到最後 真的能夠生產出來一個 性價比能夠比得上比亞迪的車 那就看馬斯克有沒有這個能耐 不過我認為可能性不高 至於說比亞迪自己也是 因為他也不是永遠都領先的 為什麼 因為他也要面對國內 他們其他的一些競爭者 包括你看小米一個做手機的 突然之間做一個SU-7 然後馬上就大賣 這個對比亞迪也會造成壓力 比亞迪能夠做的做法就是 要趕快推陳出新 然後要想辦法在其他地方 再讓別人難以追上超越 就好像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不是需要去問 為人家你們什麼時候 被人家超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他們這些廠商自己要想辦法 去做的 華為當然也很厲害 他現在就是用他的鴻蒙系統 去結合了更多各類的產品 所以他在上一季 是整個爆炸性的成長 問題也是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都看到過去 有很多廠商 包括Sony Ericsson 然後Motorola Nokia 本來都稱雄一時 短短幾年之間就完蛋 整個江山就毀 所以對這些 目前看起來在市場上 領先的這些企業來說 他們也是要面臨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他只要一個步驟走錯 其實就可能整個毀掉 像比亞迪的經營策略 你要說他強 他是很強 因為他從頭到尾全部都包 可是相對來說 他只要一個策略錯誤 他可能就整個垮掉 因為那個投資的資金太巨大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對大家來講 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OK 歐美的市場可能因為 他們要保護自己的內部 他可能會對他產生一些封鎖 一些增加關稅 或是其他的一些制裁 可是他們還是有其他 第三世界的一些市場 可以去經營突破 所以我認為就是對歐美 自己的消費者來講的話 其實廠商這樣的機業競爭 對你們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們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 去買到更好的產品 你如果你們的縱容 你們政府去把它關閉 然後去保護你們自己的產業的話 其實看看我們的 我們台灣自己保護汽車產業的結果 保護到最後我們的汽車產業 是全面不如人家 歐美真的要往這條路上去走 對 因為其實有競爭才有進步 對 葉倫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他是到美國 到中國來要借錢的 要推銷美債 因為中國已經連續22個月 在拋售美債了 葉倫這時候去應該是 以他的這種財政部長的身分 應該是繼續去推銷美債 然後叫中國不要再拋售 可是他突然冒了一句說 你中國產能過剩 對 你賣我便宜的東西 我不會寫感謝的函給你 讓大家聽得很不知智慧 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就是人家賣便宜的東西給你 理清情義重 而且不是我這東西貴不貴的價值 而是好不好的問題 你葉倫講的話 大家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好像有點撈過界了 這應該是戴琪或雷蒙多 有關於貿易的問題 葉倫不應該是你的執掌範圍 但是昨天他果然講了 這次到中國去了重要的兩句話 他講了哪兩句話 第一句他說 他跟中國講說 我們美債還是很有投資價值 流動性還是很高的 也就是說你買我債券還是很有用 還是推銷了 但是可見他還是在推銷美債 第二句話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跟中國講說 我們會優先還你們中國美債 如果美債到齊以後要還後 優先還你中國 所以說很明顯的看在葉倫 其實還是在推銷美債 希望中國少買一點 但是我特別要講美債現在這個問題 真的很大 為什麼 這不是說你葉倫一個人能夠講 大家知道今天黃金漲到多少 2200已經快破2300 為什麼說你說應該 美債跟這個美金來講的話 跟黃金來講應該是一個敲敲板 你美金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貶值大家就去買黃金 你如果說利率增加來講 我應該去投資美金 為什麼現在黃金全世界一直在漲 然後買最多的是誰 買最多的是包括中國 包括新加坡都買很多 那代表說大家對你的美元 已經漸漸失去的信心 這不是說一個企業一個領導人 他能夠做的決定 而是這個全體的人類 大家會認為說你美金已經漫漫 大家擔心你美債過高 加上總有爆著1000 所以現在各國來講積極在賣美金 從美金你現在這兩個月 突然一下子那種暴漲 而且好像沒有停下來趨勢 人家預估有可能會漲到 一盎司會到3000塊 你就看得出來美金到現在來講 在事業上面價值 我想說葉倫以他一個經濟學 這個不管是當過聯準會主席 或當過財政部長 他應該很清楚這個背後 以後的發展他應該很清楚 所以他現在到中國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 他還是在希望中國能夠多買一點美戰 這個德國 這次蕭芝要去中國去訪問 你看他帶了誰 他帶了這個BMW跟賓士的總裁 還有西門子這些總裁去 他們是真的是很緊張 為什麼小米這次出來這個SU7 我想幾個數據讓大家一聽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他們會很緊張 SU7他這輛車賣 我們算台幣來講的話 觀眾對台幣比較有概念 他大概95萬 95萬問題是他充電 充電一次他可以跑800多公里 他0到這個100的加速是2秒多 這種性能 就是說加速的性能 已經是超越這個保時節了 充電來講800公里的一次充電 兵士到現在為止充滿一次電 三四百萬的電動車充一次電 要這個只能跑大概600多公里 那你想想看價位差到要300萬 然後只能跑600多公里 其實對開電動車的人來講的話 我當然優先選擇小米 那所以說為什麼這次來講的話 德國雙B的車子高管會這麼緊張 要跟著蕭茲去 他需要中國的很多 不管電池或電動車的這種技術 希望雙方能夠合作 不然他們會被打趴的 那燕教授 我覺得葉倫 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他喜歡去吃四川菜 吃川菜 葉倫是猶太人 猶太人在美國 是少數白人裡頭會吃中國菜的 就是他 而且還能夠吃辣的 因為一般美國人碰到辣 就全部投降 對 根本不能 他們只會吃甜酸肉 但是你一看猶太人進到中國餐廳 那個點菜就不太一樣 所以他大概也是和 而且他在紐約長大 所以有這個背景 那他自己 我覺得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鴿派 所以應該去 會有一些這個 讓中國覺得就有一些機會 能夠讓雙方化解一些矛盾 可是你說今天說是中國產能過剩 我必須要講 我認為這個產能過剩 是你資本家的問題 對我們消費者來講 謝謝你們產能過剩 這樣我們才會有便宜的東西來消費 而且中國產能過剩 其實很多 包括他的 就是說基礎建設的產能過剩之後 他是幫很多東南亞非洲國家 在做基礎建設有什麼不好 對這些國家 你們平常歐美國家去得一個標 貴得要死 然後還收費這麼高 那他們今天能夠拿到這些 也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產能過剩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像OPEC 像這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他們就必須要討論 我們這樣子石油 可是他們的石油是可以擺在那裡 我們隨時做調整 但是他們也有一個組織來討論 那我現在就要問了 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覺得中國生產過剩 那你們要不要組織一個什麼樣的聯盟 來討論一下 我們彼此互相限制我們的出口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不能談 但是你不能就是要只是指控別人 當你現在沒有競爭力的時候 你就覺得別人生產太多 那要不然就去找 找這個國家有沒有所謂的 這個不公平的競爭 或者是說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違反了什麼競爭的方式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做 我自己看過我的學生在美國 比如美國人他在商務部工作 他是專門調查什麼 當年調查我們台灣 我們鋼鐵塑膠的美國 有沒有就是傾銷的問題 因為便宜 問題到最後一看 原來是你美國的鋼鐵工廠 已經100年了 然後你的生產就是比較貴 而且沒有效率 那個效能就差了 那現在韓國大陸跟台灣的鋼鐵廠 絕對比美國要更新一些設備 那當然這個競爭力絕對在 所以美國要檢討 其實我覺得他們還不如 像這次巴爾蒂摩這個橋島 你就乾脆把這些工作 變成你全部全身全新投力 投入你自己的基礎建設 那你會創造出一些就業 一些產能嗎 更多的國際內容馬上回來 如果您也會ぜひ當作品 還 scen貶 高達 小秋 北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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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秋 小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